今天是2021年3月10号 现在是中午11点半 我现在来到南华的霍德子竹寺 霍德子竹寺 它是里面是供奉观音菩萨 这里听说假日有很多人来这里爬屋山 其实今天也不少人 刚刚看到不少人有爬完山 然后现在中午准备要到子竹寺群里面用餐 那我们刚来到这里刚好中午 现在也正我们也准备要进去里面的餐厅里面用餐 这也是霍德子竹寺的餐厅 11点半 现在人还没有很多 可能等一下点就会陆陆续续续进来 它是一个自助餐的方式 看起来菜色还不错 不过菜没有很多样 现在是12点15分 今天因为不是假日所以用餐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 这个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走了 剩下只有剩下几个人在这里 我刚在这里吃的太饱 菜色很不错 还有 还有汤圆 今天吃太饱了 今天是2021年3月10号 现在是中午的12点20分 这里是台南南化区的霍德子竹寺观音佛祖 供奉观音佛祖的地方 我站的地方是霍德子竹寺的餐厅 刚刚已经吃完饭了 现在在看风景 从窗户这边逛出去 视野非常的棒 现在用完这家吃餐厅这边有设备了 学习功德香 吃完的时候要做个学习 这样可以 这里是南化霍德子竹寺 这间霍德子竹寺 它盖的蛮大的 然后庙前 这边的视野非常的好 像看出去 远山有一层层薄薄的雾 山好像是在虚迷 挑苗间 在这个南化的山上 有这么一间这么大的庙 获德子竹寺 听说这里 假日冷非常多 都会来这里 来这里 参拜 那有的 是来爬山 爬完山之后就来 这里的餐厅里面用餐 这边庙蛮大的 那我走进来看看 今天礼拜三 感觉就 大家都在上班 没有什么人 好ikal 看出去 你起来 我 5号安静 几个 5号安静 5号安静 4号安静 飞了 5号安静 中間是公共的獨島政策 中間是公共管理的佛祖 現在有前面只有一位女性同在於華歸 獲得子族式 我感覺這的時候很安靜的 厚得子族式 中間是公共的